近来呢 中共当局是免去了最高检察院检察员的多人职务 据传都是薄熙来案专案组的成员 还有消息指称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还有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曹建明已经被调查 薄熙来案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 不断地砸倒新人 人们不禁要问了 下一个会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法院网8月30号发布消息说 中共人大12届四次会议通过决议 免去刘吉恩 王云和 何全印 牛静和等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据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 刘吉恩为最高检政厅级检察员 也是博案专案组组长 9月3号海外媒体引述澳洲日报的消息说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及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正在被调查 但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证实 报道指称 北京政法系统与宣传系统的官员向澳洲日报透露 曹建明担任最高检察长期间 娶了央视最当红的主播之一王小鸭 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娶了王小鸭的央视同事贾小叶 这两人都是现任中共中央委员 公安部副部长 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 向中央领导性贿赂的一部分 李东升曾在央视担任副台长 他因违法乱记和玩弄央视的女记者和女主播 这两人都是现任中共中央委员 被多次举报 但2009年在李东升被中纪委调查期间 周永康强硬将他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 致使调查不了了之 我认为下一步很有可能矛头要对准周永康 因为我们看最近一系列被连指的官员 好多都是和周永康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的 德国之声指出 薄熙来案就像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周永康的亲信多人中枪 早前德国之声采访前中南海秘书余梅孙时 他就表示薄熙来案的庭审 再使中共形象失分 如果此时将重点转向民愤极大的周永康 会为中共当局收复民心 有媒体报道 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已经做出对周永康立案调查的决定 周现在已被软禁 我认为周永康不是最后一个人 因为周永康在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 并不是周永康自己能做得了的 周永康后面还有更高的人 美国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主席刘英权表示 周永康除了联合薄熙来搞政变 他还有很多违法乱纪问题 处理周永康必然牵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而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新闻网独家披露的录音证实 2006年9月13号 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问德国汉堡时 曾亲口承认江泽民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 时事评论员兰述表示 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是一个国际社会不能原谅的反人道罪 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忍的罪行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中共的政法委权力不受任何约束 政法委倒行逆施 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反民主 反宪政 反普世价值 反市场经济的轨道 在过去的十年 那么中国的维稳体制 它的作用在中国 像德西总流一样的不断的膨胀 一方面它的经费 它的开销 那么超过了国防的费用 另一方面它的权力 那么不断的扩大 夏明指出 中共目前清理与博案有关的高官 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当前执政者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的绝对统治 即所谓党国的最高利益 这些被处理的高官成了这一过程的祭品